好 现在呢 我们来开始讲我们CED的第一节课 好 在讲CED的第一节课之前呢 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 好 我呢 信马 我的会议都 我的这些内容呢 都可以用记事本来写下来 所以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自己带一个本子 或者是笔的话 把它一些重要的内容写下来 好 我呢 首先 我信马 我的一个QQ呢 也可以给你们 如果你们都是在学习的话 可以在这上面QQ上面呢 把你的一个作业发给我 让我来看一下 或者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通过这个QQ来和我问一下 好 163719183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好 AutoCED2007 这时候呢 软件的一个安装 我们的侯老师呢 已经给你们讲解了一下 在这边我就不去多讲了 好 在我们的桌面上 我直接双击打开我们的CED 好 现在呢 就进入到我们CED的一个工作界面当中 好 在这个工作界面呢 我们首先 我们要注意的基点内容 这也就是我们第一节课要讲解的几个重点知识 好 在这边 首先呢 我们懂电脑了 我们都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工作 它的一个标题栏 我们看到标题栏当中 它写着AutoCED2007 是它的软件名称 好 后面中括号的呢 当然它的一个英文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绘图区的一个图纸名称 好 在这边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dwg呢 下次你们看到之后啊 请注意一下 它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扩展名 所以你以后看到.dwg 它就是属于我们的CED图纸 简单的介绍一下 自己要注意 好 下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叫做菜单栏 好 菜单栏当中 文件菜单 编辑菜单 试图等等这些菜单栏呢 我们到后面的学习当中 我们都会详细的讲到 但是在这个菜单栏当中 希望大家注意一点内容 就是我们菜单栏的后面呢 也有一个最小最大和关闭 这个呢 指的是我们的这张图纸 好 我点击最小画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图纸呢 已经被最小画 也就是说我们在画图的同时 我们可以同时打开很多张图纸来进行绘制 好 还原一下 好 这个呢 也比较简单 我就不去多讲了 好 然后呢 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工具栏 好 工具栏呢 我们看到水平的两行 垂直 左边和右边的两列 都是我们的工具栏 比较的多 但是我们能看到我们工具栏的最前方都有两条线 好 这两条线的话 我点击鼠标左键呢 我可以把它拖出来 好 右边的拖出来 好 我们看到上面写着绘图 这边呢 写着修改 好 也就是说绘图工具栏 修改工具栏 当然绘图和修改的话 都是我们画图少不掉的内容 好 当然 图纸绘制好了 你要告诉别人你的图纸大小 那么你就要用标注 把它的大小标注出来 好 如何标注呢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 好 但是在这边我们讲工具栏的话 我们必须得有标注工具栏 但是在工具栏当中标注是没有的 好 所以呢 我要讲的就是如何将我们的这些隐藏的工具栏给掉出来 好 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在工具栏任意地方 鼠标右击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标注工具栏呢 已经有了 点击一下 好 出来了 标注 当然 这些工具栏呢 肯定不能放在这边 我们还是将它还原一下 拖住这个蓝色的部分 放上去 好 绘图还是放在左边 修改呢 还是放在右边 还原 简单的还原一下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内容 这一点希望大家记住 不要以后找不到我们的标注 好 第一点把它写下来 标注 也就是我们的工具栏部分 好 第一点调出工具栏 直接在工具栏上右击 选择 好 在这边常用的 希望大家记住 有这么几种 第一点 我们的绘图 和修改 第二点 我们的标注 刚才讲到的 还有第三点呢 特性和涂层 这个呢 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 后面呢 我们都会详细的来讲到这几点 好 这是第一点内容 我们的工具栏部分 好 再次回到我们的CED当中 好 在工具栏正中间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这块区域的话 他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图纸区 好 图纸的话 我们看到颜色是黑色 当然 我们在其他的版本当中 你们还会看到一些白色 当然 我们在画图当中呢 其实白色的话有一点刺眼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经典的黑色 在这个图纸呢 比较的简单 我就不去多讲了 当然对于图纸的大小 我们在后期绘制到一些比较大的图形当中 我们都会来进行一个调节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到左下角的这个坐标 坐标的话就是我们数学上讲的一个坐标 有X轴 有Y轴 有它们的方向 有我们的圆点 好 这个内容呢 坐标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在后期都会详细的讲到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要讲到的这个光标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鼠标 好 光标的话 在这边以一个十字的形式显示 所以我们通常都叫大十字光标 好 在这个十字光标的正中间的话 它有一个方框 叫做十曲框 我们看到现在的光标呢 处于一个比较小的状态 对于我们的绘图的话 可能有点不方便 好 在这边我们要知道如何将光标调节的大一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到工具菜单栏 好 点开它 最下面有一个叫做选项 好 选项当中第二项内容 显示当中呢 就可以调节我们十字光标大小 这个大小呢 你稍微调大一点 无所谓的啊 好 调到60 好 调到50吧 50多左右 好 刚才呢 这是调节的是十字光标大小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十字的正中间的十曲框 这时候我们要到选择当中 好 十曲框大小 注意了 这个十曲框大小不能调节的太大 好 稍微的大一点点就OK了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好 稍微的调大一点 点击确定 好 我们看到光标的一个大小呢 已经调好了 好 所以这第二点内容 希望大家也记住光标的调节 好 我们这时候要到我们的工具 菜单栏当中 找到一个叫做选项 然后呢 显示里面 十字光标大小 好 然后呢 第二项也就是还是选项当中 只不过这时候我们到我们的选择十曲框大小 好 注意了 这个呢 稍微的调大一点 稍微调大 好 第二点内容 光标的调节 好 光标也调节好了 我们要知道光标呢 如何来使用 当然我们都知道光标存在着左键 中键和右键 好 左中用三个键 左键的话相信大家都明白 我刚才调节我们的工具栏 我关闭最小画图纸 我调节桌面上的内容 都是用我的鼠标左键来完成 但是呢 鼠标左键在CED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的绘制图像 选择图像 好 这时候呢 我随便的绘制几条线 然后呢 我再绘制一个圆处来 好 随便的绘制了一个图像 这时候我们要知道如何来选择我们的绘制的这些图像 好 最简单的方法大家都明白 点击去选择 好 点击对象 点击了对象之后呢 我们看到 选中的对象都是以虚线和蓝色的点 作为一个我们很明显的一个标记 都能看到这是选中对象 当然对象越多的话 比如说我再加一些 我再加一些非常长的这些线条 好 这时候对象变多的话 选择的时候点击就慢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得用框选 框选的话怎么框 好 再空白处点击左键拖出来这个选框 蓝色好 看好它的颜色蓝色的 这时候我往左边拖有没有发现变成了绿色 好 所以选框当中存在的这两种 一种是往右拖出的蓝色 还有一种是往左边拖出的绿色 这两种是不同的 包括我们在后期的学习当中 都会用到这两种选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什么不同之处 首先往右边拖出这个蓝色的框 好 注意了我这个框呢 已经将我的大部分对象都包含在了里面 好 点击左键一次 有没有发现被我完全包含的对象就选中了 而这些比较长的线条呢没有选中 说明它必须得全部包含我的对象才可以 而对于绿色的选框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时候呢包了只有一点点点击 有没有发现对象全部都选中了 说明我们的绿色的选框 只要碰到对象即可选中 所以这就是他们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这一点在后期的绿图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好 这一点内容呢我也把它写下来 第三点我们的选择的方法 第一种呢我们的点击选择 好 这个比较简单 好 第二种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框选 框选框选当中我们存在一种从左往右 从左往右 这种颜色什么颜色啊 蓝色 好 还有这个什么作用呢 它要全部包含对象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希望大家呢也能和我一起回忆一下这些知识点 好 一种呢是从右往左 好 这个颜色呢它是绿色的 绿色 这时候呢我们只要碰到对象即可选中 好 这是选择的一个方法 鼠标 左键 好 当然写一下吧 左键 好 大家注意了 好 刚才讲了左键 主要呢选择绘制对象 好 选中的对象在这边 我总不可能一直保持选中状态吧 所以我要把它取消选择 所以取消选择呢 我们点什么呢 键盘上的ESC ESC 取消选择 当然这个取消键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运用到 这个呢电脑知识我就不多讲了 好 ESC 在这边呢是取消选择看清楚了 好 键盘上呢有几个键呢大家也要记清楚 首先一个Delete键我们删除键 看到没有删除掉我刚才的几个对象 当然现在你点Delete键是没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删除Delete键呢 它要删除的是选中对象 所以有的人不选对象他就点Delete删不掉 原因呢很简单 一定要删除选中对象 但是呢删掉之后 我突然觉得刚才的几条线我删错了 怎么办 所以你要后悔啊 怎么办呢 撤销 好Ctrl键加Z字幕键 Ctrl加Z Ctrl加Z 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后退 好 撤销 当然有后退的话就有前进 不过呢在这边它叫做重做 Ctrl加Y Ctrl键加上Y字幕键 我们看到又回去了 Ctrl加Y 所以键盘上的这四个键呢 我们是最基础的一个键 大家也要记明白 好 我也简单的来写一下 第四点 首先呢 取消 ESC键 删除 Delete键 好 当然是删除选中对象了 好 撤销 我们的Ctrl键 加Z字幕键 和我们的重做 Ctrl加Y 好 键盘上的这四个功能键 希望大家也牢记 牢记 好 这时候呢讲了一下左键 讲了一下键盘 好 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鼠标中键上 鼠标 鼠标上 好 来看鼠标中键 这时候在讲鼠标中键的时候呢 我通过一张图 通过一张图纸来和大家讲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一张图形在这边 图纸呢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当我们第一次打开一张比较大的图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双击鼠标中键 好 双击鼠标中键 这时候我们看到 图纸呢已经完全的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 这时候双击鼠标中键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将图纸完全的显示出来 哪怕你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个很小的对象 好 这时候你双击一次看一下 它也会将这个小圆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 所以呢 双击鼠标中键 全部显示对象 好 我们看到了图纸中有这么几张图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一的来看 怎么看呢 我们肯定要将第一张拖到图纸的正中间 如何来拖呢 按住鼠标中键 按住 好 变成了一个抓手 拖到鼠标 拖到我们的屏幕的正中间 然后呢滚动鼠标中键 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按住平移 滚动缩放 所以呢 这个鼠标中键的一个用法就是来观察图纸的一个作用 好 当然绘图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在左边绘图的话 我可以按住鼠标中键拖过来 在这边我来绘制一个对象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太大了 缩小一点滚动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鼠标中键的一个用法 希望大家记住三种 好 我们简单的来回忆一下 鼠标中键 好 中键第一种 我们的双击 双击它呢是将 所有的对象全部显示在屏幕中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滚动 滚动干什么 缩放对象 缩放对象 第三个按住拖动它 按住拖动 我们是平移对象 平移对象 所以鼠标中键的三个用法 也是我们基础中的基础 好 希望大家仔细的练习一下 好 鼠标中键 当然我们还剩下的就是我们的鼠标右键 在这边 右键的作用呢比较的多 在这个时候呢我先不去讲它 其实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右击呢里面的内容是比较的多的 当然你在不同的命令当中 你右击出来的对象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先简单的知道一下 后面的学习当中我们都会详细的讲到 好 再次回到我们刚才的这张图纸当中 好 了解了鼠标 了解了键盘 我们的图纸区的内容呢就这么多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屏幕当中往下看 好 接下来我要讲到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大家学CED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命令栏 命令栏 我们看到呢这边有两栏内容 这边好 上面一栏和下面一栏 上面一栏呢表示我们结束的命令 下面一栏呢表示我们现在的命令 好 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直线 选择直线之后我们看到命令栏的内容 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好 指定第一个点 什么意思 你去键盘 你去我们的屏幕上点击一个点看一下 好 拖出了这条直线 然后它又来了指定下一个点 好 你再次点击 我们看到一条线就出来了 所以命令栏就相当你的一个助手 在你学习CED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观察命令栏来绘制对象 好 比如说圆工具 指定圆的圆心点一下 拖出来指定它的半径再点一下 圆也画出来了 所以看上去都是很简单 当然命令栏都会提示一定的步骤 而后面的一些我们注意的事项 都是我应该来告诉你们的 所以大家在这边呢 一定要注意命令栏当中所提示的一些内容都是哪些 所以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很多学生在画图的时候 有眼睛盯着屏幕而不去看命令栏 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学CED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 你要进行观察命令栏的内容 来绘制出这些对象 所以呢 这个命令栏的内容很重要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 我在前面的打一个信号 希望大家注意以再注意 好 命令栏 他们是所有的命令 出现的地方 好 通过观察命令栏 来绘制对象 所以呢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好 然后呢 命令栏下方 我们通常呢 都叫它状态栏 状态栏呢 我们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左边我们的三串数字 这串的数字呢 代表着我的光标的位置 来看一下我移动光标 有没有发现 数字都在这边动的 但是呢 最后一个都是000 为什么 平面图纸呀 好 平面图纸是没有Z轴 所以Z轴永远都保持0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就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画图呢 基本上不用观察它的 好在这边我主要要讲到的呢 就是我们状态栏后面的这一些 好我们通常呢 都叫它按流 好很简单 我们看到中间的这几个 是不是都是凹进去的呀 前面这几个突出来 好凹进去的呢 就代表打开的状态 而突出来的呢 表示关闭 很简单和我们现实生活中按钮是一样的 好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按钮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用法 当然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少了它 你画出来的图呢 基本上是不准确的 好首先捕捉和三格 这两个呢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啊 这样因为画图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好首先捕捉 好捕捉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你注意来看我的光标 注意看光标 有没有发现光标呢 有些抖 有点抖 这时候为什么呢 好通过三格来观察 再把三格打开 有没有发现出现了很多的小点啊 这时候光标呢 都是在点上进行运行运动的 所以如果不想在点上画图怎么办 没办法 所以呢三格在这边打开之后 会影响到我们一定的绘图 所以呢在这边 请大家记住捕捉和三格关闭 好 大家看第三个 正交 正交的话很重要了 光标放上来 正交模式 那么它是一个模式 到底什么模式呢 好我先不解释 我用一个例子来和大家讲解 直线 好 首先呢 命令来告诉我们指定第一个点 好点出来 有没有发现我这条线 我可以任意的来绘制 我想点在什么地方 都是可以的 所以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但是你将这个正交打开 点一下 好有没有发现 它现在绘制的都是垂直线 水平线 所以呢它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什么约束呢 就是水平垂直的一个约束 所以正交的一个意思很简单 也就是控制你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绘制 所以这就是正交的一个意思 正交的作用 好当然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肯定有快捷的方法来选择键盘上的F8 好点一下试一试 点一下F8 有没有发现正交关掉了 正交关了吧 好 再点一下正交再次打开 好的 这就是正交的一个用法 F8就是它的一个开关 好 这是正交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等一下呢我会写给大家 好 接着来看正交后面的这个极轴 好 极轴的话和正交呢是一个事不两立的 好比如说你点一下极轴 有没有发现正交就关了 点一下正交 极轴就关掉了 所以呢 极轴是属于角度 而正交呢属于水平垂直 所以两个是对立的 在这边极轴呢 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用它了 所以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 在这边呢 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来了 对象捕捉和对象追踪 好 将这些对象删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点的一个用法 好 现在呢我先把这两个按钮呢 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首先我画一条直线出来 好 我想从这条直线的基础上 绘制一个长方形 绘制一个长方形 好 我们都知道我肯定要选择直线工具 来在这条直线的端点上再画出来三条线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来找到这个端点 你没发现这个点呢 我们光标放上来的话 基本上是很难找到的 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绝对是正好碰在这个点上 但是怎么来找呢 这时候你只需要打开对象捕捉 好打开对象捕捉之后 你再试一次光标往端点上放 你没发现多了一个黄色的小方框 并且呢上面还写着端点两个字 这时候你只需要在这个黄色的方框当中 点击一下左键 好绘制出来这条直线 好这时候呢你可以肯定的是 这两个端点绝对是完全重合的 好你放大看一下还是重合在一起 这时候你不需要做实验绝对是重合的 好这就是对象捕捉的意思 那么他为什么能找到端点 还能不能找其他的一些点 可以 好怎么看呢 在对象捕捉上右击出现了设置 打开他 我们看到设置当中有很多的点 打勾的呢 表示现在已经打开的状态 没打勾当然就是关闭了 好在这边呢我们关掉一些点 再去打开一些点 比如说打开了终点 我再打开一个锤竹 这两个点大家肯定都知道意思对不对 好当然还有一些点我为什么不去开 好不开他肯定有原因 在这边千万不要全部都选中 不要全部打开 因为全部打开会影响到你的一个绘图 好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选择直线 我现在呢我想在直线的旁边 好在这个位置上我来画一条线 这时候有没有碰到那个端点 没有吧 但是那个黄色的框 现在是亮在这边的 好我点一下拖出来 有没有发现还是在这个端点上绘制出来 我明明没有在端点上去点击 为什么还是在这边绘制出来呢 因为这个对象捕捉啊 它是像吸铁石一样 只要你进入它的一个范围当中 它就会把你自动的往上吸附 所以呢你点开的越多 你被吸中的次数也就越多 所以在这边希望大家注意 在右击设置当中尽量去少开这些点 好当然你要用哪些点的时候 你再打开也来得及的 好这就是对象捕捉的一个意思 对象捕捉来找这些特殊的点 好当然对象追踪又是干什么 接着把这个矩形完成 好选直线 端点 拖出来这条线 好现在我要拖出来的这条直线 肯定是和上面的一样长 对不对 但是上面的长度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随便画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如果你用手去 也就用笔和尺来画的话 你肯定希望在这个点上有一个尺出来 这个尺呢 也就是我们在CD当中讲到的对象追踪 好对象追踪可以调出来一种 叫做标尺的对象 好怎么来放 怎么来把它拿出来 光标螺到这个点上 也就是说你要掉标尺的地方 好光标慢一点往下螺 好有没有发现出来了一个尺 虚线的看清楚了吧 好有没有发现你的这条直线呢 是自动会停在这个标尺上 所以既然标尺出来了 我这条线肯定是和上面一样长 对不对 不用再多怀疑的对吧 所以我只需要在这个标尺上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接着呢完成这个矩形 好对象追踪就是这么来用的 当然我再试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好选直线 我想画一条和我这条直线呢 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 我只需要光标放在这边放上去啊 不要去点 然后呢慢一点往右边螺出来 标尺就会自动出现 所以现在我的光标有没有发现 都是在这个标尺上运动的 所以可以肯定我在这个标尺上点一个点 拖出来的这条线绝对和它水平 好垂直放下放上去 螺出来 看到没有点击一下 画出这条直线 这不就可以了 这就是对象追踪 我们的一个标尺的一个作用 所以对象捕捉对象追踪很重要的两点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好 在后面的几个当中 你只要记住 这个DUCS和DYN都是保持打开的状态 这两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还有一个线宽都会在后期的讲到 是因为现在讲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正交 对象捕捉 对象追踪 好对于这三点可能大家等一会就忘了 好把它写下来加深大家的一个记忆 底七点内容 好 首先是我们的正交 正交它有什么开关是F8 好 什么意思 它是水平和垂直的状态 打开后只能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挥直 好 接下来呢 对象捕捉 好 它的一个开关是F3 当然我们一直都是保持打开的状态 好 对象捕捉呢 是来找到一些特殊的点 找到特殊的点 当然怎么来知道你要找哪些点呢 右击对象捕捉 好 这时候我们选择设置 我们可以控制点的开关 控制点的开关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象追踪了 对象追踪 好 对象追踪呢 它是标词 标词的作用 好 怎么来使用 光标放在点上 慢慢的拖出标词即可出现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状态栏当中的三个很重要的内容 一个叫正交 一个叫对象捕捉 一个叫对象追踪 好 这三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等一下大家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呢 也应该去着重的去来练习一下这三点内容 好 那么我们刚才大概花了40到50分钟的时间呢 来讲解了一下我们的CAD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用户界面 当然这个用户界面的话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内容 大家不要嫌烦 都要仔细的练一下 少了他的话里面的后面的绘图都是会比较的困难的 好 还剩一点时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工具 直线工具 好 刚才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呢 都是通过直线来举例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直线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选择直线工具 我刚才怎么讲的 来看命令栏 所以呢 观察命令栏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 指定第一个点 好点击这个点 拖出来 拖出来 看到没有 拖出来这条线 拖到什么地方 他说的指定下一个点 所以你拖到你去另外的一个点上 好 再次点击鼠标左键 好我们看到直线出来了 好 如果画到现在画到这条线出来 好我想结束 也就是说我现在就画一条线就可以的话 点击确定键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确定键 好 先点击一次 确定键呢 在我们这边有三个地方 第一点 好拖出来这条线 点击空格键 有没有看到 命令结束了 再来 拖出来 点击回车键 回车 当然键板上有两个地方回车都可以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鼠标右键 好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确定 点击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我们的确定键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确定 当然我们刚才绘制的这些直线呢 都是随意的来绘制的 有的人说我要绘制有长度的怎么办 好看清楚 首先还是跟着命令栏的内容来 指定第一个点点击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光标上是不是有长度显示啊 对 这个长度呢就是我这条直线的长度 好 比如说我现在想绘制一段200的长度的 好200 200 输上去 点击什么 点击确定 记住了点击确定 千万不要点左键 好点一下确定 挪动一下鼠标 动一下 大胆一点没事的 动一下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找到200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好 我想再次往下拖 多少呢 100的距离 100点击确定 记住 确定啊 然后再往左边拖 还是200的距离 确定 好 长方形是不出来了 这时候我再绘制100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时候这边已经我知道我就要画在这个点上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点击一下 好点一次 结束 长方形是不出来了 对很简单 好 好 那么我们在在讲解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一定的习题 可以供大家来绘制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来绘制这些作业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到一个网站上啊 刚才的安装的网站也在一起的 这个我来看一下 是那个安装的网站大家都知道吧 3w.hose.com 这上面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这个题目的 在这边呢我直接到我的电脑当中了 好 第一节课 好 我来看一下 嗯 好 我来看这个图 好 我们看到 这时候打开了一张图 这时候呢我们来绘制一下它 是不是很简单 都是由直线来绘制的 好 不管再简单的图 再蓝的图 大家拿到之后 都应该先来观察一下这张图 你大概要用一些什么工具把它绘制出来 好 找到你该绘制的地方 从哪边开始下手 好 在这边我们看到水平线 垂直线 好 我就从这条线开始 选择直线工具 好 第一个点我定在这边 拖出来 好 我要绘制水平线 怎么办 F8 打开正交 好 水平线多长 65 所以我拖出来它的方向 输入65 点击 确定 来看一下是不是出来了 我再往上面拖出来 长度40 点什么 点确定 不能点左键啊 好 再往左边拖出来 65 确定 好 之后呢 因为知道这个点的位置了 到这个点上 点击一次 OK 可以了 明白没有 好 长方形 然后里面的这个对象 所以首先的话 我要找到这个开始的点 应该在哪里啊 好 我们都明白在这个点上 这个点怎么来找 我有两种方法 好 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我可以绘制两条线来找 好怎么绘制来看清楚啊 选择直线 我把直线指定的第一个点呢 点在这边 拖出来 往右边拖的 看到没有 往右边拖 因为现在和这条线重合了啊 长度多少 长度14 确定 绘制出来这条线 我再往上拖 8个距离值 确定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先结束 是否找到了 通过绘制两条线来找 但是呢 在这边 大家可以知道 知道一个另外的一种绘制方法 也就比较简单的一种 可以通过坐标 好在这边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 没关系啊 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讲到 在这边我简单的提一下 好 选择直线 我从这个点开始 还是从这个点 F8 将正交关掉 好我们都知道 我假设这个点 我们刚才直线点的这个点啊 为我们的默认的圆点 好为默认的圆点的话 我这个点的坐标应该是多少 X轴什么14个距离值 Y轴往上8个距离值 注意了啊 这两个坐标的话 都有正负方向 所以你往左往下的话 就是负值 所以往右往上都是正值 我怎么操作呢 X轴输入上去14的距离 对不对 好切换到Y轴如何来切换呢 点击键盘上的逗号键 逗号啊 X逗号Y 所以和坐标是完全一样的 切换到Y轴之后 我只要输入Y轴的一个大小 8个距离值 确定 你们看到 是不是出现在了我刚才的点上啊 对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叫做相对坐标 相对坐标 所以这时候可以通过坐标来绘制 所以简单多了 好找到这个点之后 接着把这个图完成 选择直线 第一个点依然放在这个地方 拖出来 怎么办 F8 正交 好拖出方向 输入长度 12 点击确定键 对 然后再往上 10个距离值 确定 然后再往右 16个距离值 确定 往上6个 确定 往左 14 确定 往上面 8个 确定 对不对 好再往左边拖 多少的距离 42 好 如果这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 好 当然有的人肯定说 我把它一全部加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对象追踪 是不是可以用到 好 我只需要光标碰一下这个点 往上挪一下 是不是找到了这个标词 在这个标词上点击一下 我们看到上面是不是写了长度42 都能看得见吗 好 点击一下 拖到这个点上来 点击一下 好 结束 确定键 这个图是不是画出来了 当然 把这三条线 还有一条在哪 和它合并在一起的 点一下 好 Delete 删掉 这个图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能明白的吧 好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图 最简单的一个 所以在这边直线的一个用法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我把它这几点内容呢 也写下来 好 首先我们必须得知道确定键的位置 确定键有哪几个啊 空格键 空格键 回车键 还有我们的鼠标右键 当然你要右记一次了 好 然后第九点内容 我们直线的绘制 直线的绘制 怎么绘制 很简单 当然观察命令栏在这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就不多写了 好 首先我们指定起点 指定起点 然后呢 拖出方向 拖出方向啊 一定要拖出来 拖出方向 输入长度 然后呢 点击 点击确定 所以都是四个字的 好 都是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指定起点 拖出方向 输入长度之后 点击的是确定键 好 刚才我们还讲到了一个叫做相对坐标 在这边也稍微的写一下 相对坐标 好 用直线工具 用直线 好 指定第一个点后 指定第一个点后 我输入坐标 输入坐标值 输入多少 怎么输入呢 x 逗号 y 好 当然这个坐标呢 是相对我起点的坐标 好 注意了 写一下吧 坐标 坐标呢 是相对 相对起点的坐标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直线的一个用法 好 刚才呢 我们讲到了这九点内容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内容 好 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首先呢 我们都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也不是算简单吧 我们都是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一个工作界面 我们从上面的标题栏 工具栏 绘图区域当中的鼠标 键盘 命令栏 非常的重要 再重申一遍 希望大家画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还有我下面的状态栏当中的正交 对象捕捉 对象追踪 和我们最后讲到的直线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笔记当中呢 希望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当然笔记 后面我们的猴色.com上面 你都可以来点击下载的 好 在这边这么几点内容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 当然不重要的我都不会来写的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